国际焦点 意大利海岸防卫队 最近在地中海中部的 兰沛杜萨岛海域 紧急搜寻一艘 在福宰全的难民船 要救难民 意大利海防队跟空勤队 赶到现场的时候 眼看你看画面 这个难民船就快要整艘沉入海中 海防队船只顿位又比较大 如果靠近的话 可能掀起浪头 会把小船掀翻 所以他们赶快放冲气阀 让难民先趴在这个冲气阀上 再拖上海防队的救难船 根据了解 这艘难民船 载的是叙利亚的难民 几天前从利比亚出发 在28人 其中包括3个孩子 如今却只有7个成人获救 其他人都葬身大害 今天不见任何事 气阶 我不见了解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